黑色长发朴素穿着 南韩女团New Jeans成员Honey 15号上国会作证遭到职场霸凌 回忆当时遭另一个女团Elet刻意无视 还不是第一次发声 最后忍不住流下眼泪 被同事当空气 被主管贬低成绩 出道以来遭受多次职场霸凌 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New Jeans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时间往回推今年4月 New Jeans爆红之后 上游母公司Hype又推出新女团Elet 但从形象风格到舞蹈动作 都多次被指控抄袭New Jeans 而一手打造New Jeans的制作人 米希珍在和母公司反应后 却凡被指控企图夺走经营权 双方战火就此点燃 如今米希珍被解除职位 当初戴红的New Jeans 如同遭到冷冻 全球当红偶像 因为自家内部争议闹上国会 史无前例的画面 凸显双方矛盾 有增无减 也让粉丝担忧 五位女孩的心路 该如何走下去 在离新闻双方斗